大家好,这里是IT Commander 这期节目呢,我教大家如何把小K的插座 小K的插座如何配置到我们的Home Assistant上 并且呢,也可以用我们的Apple Home 来控制小K插座的开和关 那么我手上呢,这个插座是一个小K的mini K 红外版的mini K 这个mini K呢,周围是有一圈红外发射器 通过它官方的App呢,我们可以录进去 学习进去红外的一些代码来遥控你的电视机 或者是空调等等 那么呢,这个官方的服务器呢 虽然还在,但是这个东西已经买不到了 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手里面还是有这种东西的 它还有一个mini K的版本 是一个白色的版本 外形跟它基本一样 颜色是纯白色的 是不带红外的 纯粹的是一个开和关 这个东西很小巧 它还同时呢,有一个 还有很多个产品 比如说它的K1、K2 还有它的灯泡等等 然后呢,我们的大神呢,就开发了一个插件 让我们的Home Assistant可以控制它的全系列的产品 好,我现在呢,把这个小K的插座呢,插到了一个插牌上 大家看,这个插牌的供电已经有了 然后我们的这个小K的红外,红外版的mini K已经 显示一个红色的电源灯 证明插座已经通电 然后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用苹果手机来控制一下它 关、开、关、开 大家应该能注意到 这个灯在变化 并且还有声音 因为我手里没有其他的小K的版本了 所以呢,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个 基本的小K插座的开关控制 其实呢,后面还会有红外等等 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呢 一定记得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如果有需求的人比较多呢 我觉得我还是可以给大家再做一期 如何使用小K红外的教程 还有小K的灯泡啊等等的 一系列的教程 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到计算机 让我们看一下如何实现用苹果的加 来控制我们控克小K的插座 我现在呢,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让你的Home Assistant支持控克科技的插座 其实呢,这个插件也支持控克科技的其他的产品 比如说它的灯泡 它的射频遥控器 它的红外遥控器都是支持的 本期节目呢,我主要给大家演示一下 控制它的插座的基本用法 如果大家对其他的感兴趣呢 可以去我的博客 看一下我的文字版的介绍 里面也比较清楚的介绍了 这个其他的一些智能灯泡 智能插牌和红外射频遥控器的一些配置使用方法 大家都可以在我这个博客的文章上面找到 如果呢,你有其他的问题呢 也可以在我的视频的下方留言 如果大家留言的比较多呢 我可以考虑根据留言的种类再做一期 比如说红外的使用方法 射频的使用方法等等的一些个教程 这期节目呢 我准备使用我之前有一期节目介绍的 HACS Home Assistant的应用商店 来安装 我们这个控克的第三方插件的支持 如果大家还不知道我们Home Assistant如何安装 这个Community这个插件 也就是我们Home Assistant的一个应用商店的一个插件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我前面有一期视频 就是安装这个HACS Home Assistant Community Store这个插件的安装教程 好,那我现在呢 就给大家带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通过HACS 来安装我们的控克插件 我们打开我的博客 首先呢 我们还是要感谢一个大神 开发了这个控克的插件 但是呢 这个大神好像比较忙 他并没有针对我们Home Assistant的新版本进行一个修改 所以他的版本现在在新版本上是不能用的 我呢 稍作修改 放到了我的Github上面 供大家使用 然后我把我的Github的地址也放在这里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因为我们一会儿是要用到这条 一会儿我们是需要用到这个Github仓库的地址的 我们回到我们的应用商店 点击左边这个Community就可以打开这个应用商店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安装 我前面有个视频提供了如何安装 如果你使用我的固件的话 集成了所有内容的那个固件 你需要在配置里边集成 点添加 添加这个HACS 点加的时候呢 你可以点添加的时候 你在这里边搜索HACS 就可以把它添加进来了 你在这搜HACS 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把它添加进来 它就会出现在你的左侧 好 那我们现在呢 进入设置 添加一个自定义的仓库 我这边已经加好了 我先把它删掉 刚才的地址是HPTPs github.com 无嗨 然后 Home Assistant 控课 我们在类别这边 选自定义组件 我对一下这个地址 没错 然后我们点击 这个保存按钮 你点一次就够了 不要点多次 因为这个是 它比较慢 有时候你点多次 它会胖胖胖胖 多出来好几个 你看 它由于可能是国内网络的原因 然后它安装的比较慢 大家已经看到这个仓库 自定义仓库已经出现在这里了 证明呢 就是OK了 我还要提一句的是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应用商店呢 是支持升级的 也就是说你通过应用商店 安装的一些插件 都是可以通过这个插 这个应用商店来进行一个批量的升级 我们点这个升级全部 它就会把你安装的所有的插件 如果有新版本的话 就会升级 然后我们回到自定义组件 这里边搜索项目 我们搜一个小K 用中文 小 小K 然后大家看 刚才我们导入的那个 就可以显示在这里了 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小K 这里边的作者署名 还是原来的作者署名 我只是进行了一个 新版本的兼容的一个修改 基本上没有动它的代码 所以我们尊重作者 还是要把作者的名字留在这里 我们看左边 这边有一个安装的按钮 我们点击安装 然后它会转一会儿 好了 安装已经完成 大家看 这个安装的按钮变成了重新安装 证明它就已经安装完了 然后我们点击已安装 大家看已安装里边 多了一个空格小K 这个时候你的Home Assistant 就已经支持小K的操作了 我们回到Configuretor 如果大家不知道 怎么安装Configuretor 一定要参考我前面有一期视频 是介绍安装Configuretor的 如果你使用我发布的镜像 斐驯N1的镜像也好 树莓派的镜像也好 你可以看有一期视频 是介绍那两个镜像 里边的密码 用户名 还有一些使用方法的视频 来了解如何进入这个Configuretor 它的密码和用户名等等 然后我们把配置文件 拉到最后 我这有一个例子 是小米的 在Switch下面 我们如果要加空格小K的 我们就要回车 在这边加一个platform 冒号空格 然后Name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 叫test 叫测试 测试K 然后host host的呢 我们可以随便输一个IP 因为我现在的网络环境里边 没有这个小K插座 所以我只是在这里给大家 演示一下 测试一下 然后呢 它还有一个model 这个model呢 要我们选民减K 因为我在视频前面展示的那个型号 是迷你K的型号 迷你小K 如果你对应的是其他的小K的品牌 你可以从我这个home assistant里面去找 如果是它的插座K1呢 我们就要model这边就要写K1 如果是K2呢 model就写K2 我是迷你婆 我是这个型号 所以我在model这边呢 写迷你K 也就是这个位置 我们要对应迷你K 它才会正确的识别到我这个插座 我在最下面 文章的最下面呢 这里边也是有例子的 给大家举了几个例子 无非就是四行 第一行是介绍 它用哪个插件 第二行是给一个插座起个名字 第三行呢 就是我们的model了 迷你K 然后就是你小K的IP地址是多少 然后我们输入进去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们在右上角点完保存之后 重启一下我们的home assistant 我们点配置 服务控制 重新启动 然后点OK 在这里我们稍等一下 好了那重启之后呢 我们点盖栏 这个时候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这边多了一个开关 测试K 但是现在状态不可用 是因为我这个现在的测试网络里并没有这个小K插座 如果有小K插座 并且IP配置是正确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正常可以开关的一个一个样子了 本期节目呢 主要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让home assistant控制小K的插座 还有如何使用我们的应用商店来安装这个第三方的一些插件 组件 好那本期节目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